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好雷对河南人意见颇多 曾经在2010年和河南籍网友发生过大规模骂战 我跟你说我真的挺够了 好雷之所以如此讨厌河南人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那被传出轨的前夫是河南人 而他的前夫正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人公 李光杰 他是个怎样的人 他是否真的如部分网友所说是一个渣男呢 这是个秘密 大家好 我是阿欢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视频一起了解 李光杰的那些事 2005年的电视剧《密令1949》 是后来所有事的开端 在剧中 李光杰和好雷纠缠不清 在戏外 两人直接坠入爱河 彼时的好雷刚结束一段失败的恋情 心情正处于悲伤阶段 李光杰对他的欣赏以及迷恋 让他感到一丝宽慰 渐渐的 两人萌生出感情 实力女星与无名小子的爱情也由此开启 尽管二人名气相差较大 但陷入热恋的好雷还是在没戒指 没求婚 没婚礼的情况下 于2007年与李光杰步入婚姻殿堂 婚后 好雷夫唱夫随 为李光杰打理演艺事业还当起了他的经纪人 为他拉到不少优质资源 例如内部评分8.2的丽春 因为丽春这部电影 李光杰第一次角逐影帝 名气一跃飞升 成名之后 李光杰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向外界承认 与好雷的婚姻事实 独次当着媒体的面称赞好雷是好老婆 对于那场迟迟未办的婚礼 李光杰在2009年4月份向媒体透露 要补办婚礼 可媒体最后等来的 不舍婚礼 而是李光杰被拍到 和一神秘女子夜会牵手的画面 随后 媒体又曝光了好雷在街上痛哭的照片 一时 两人婚变传闻闹得沸沸扬扬 在这个行业里 两口子都是演员的 出现问题大家会怎么品头论足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因为哪家两口子不吵架 号称娱乐圈纪检委的狗仔卓伟上场了 他在媒体上发布了一系列 有关好雷的负面新闻 什么好雷的新男友 好雷深夜回家新男友接送 这些新闻直接将好雷 从一个受害者的形象 转变为了家害者 卓伟在圈内圈外可是声名昭著 但显为人知的是 卓伟有一个朋友叫袁飞宇 而袁飞宇恰恰是李光杰的经纪人 所以网友揣测 好雷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 有这么多的负面新闻 是因为李光杰方故意为之 今晚会有这个负面新闻 这条期就会是在这里 对我来自身的负面新闻 是李光杰方故意为之 是李光杰方故意为之 是李光杰方故意对 他可能是最后来自身的负面新闻 就是李光杰方故意为之 他这条期是他 对我来自身的负面新闻 皇上歇着去吧 是 是 借着立春的影响力 李光杰在《杜拉拉生殖记》中 靠销售总监王伟一卷火雷把 和迎平情侣王洛丹 趁热打铁合作的山楂树之恋 让他的名气再上一层 越来越多的人找他演戏 他身上的标签也不再是 某某的前男友某某的前夫 他可以是酷爸俏妈里 带孩子的新手老爸 是徒刑者中杀人如麻的反派头目 也可以是临海血缘中的孤单英雄杨子荣 二代妖精里 一脸严肃的云中鹤 更是流浪地球中 嘴硬心软的王磊 多个角色在他的演绎之下赋予了新的感觉 你什么你 你别以为你叔叔是当领导 你小子就可以在学校横着走 无论是喜剧 正剧 现代剧 古代剧 在李光杰的拿捏诠释下总能让人印象深刻 而演戏之外的李光杰更像是一个老干部 媒体曾用不苟言小 惜字如今 甚至让人感到尴尬等词来形容他 当年他在山楂树之恋的发布会现场 主持人让李光杰对王磊丹说出戏里一句承诺 换作其他男演员应该会积极配合宣传 可到了李光杰这 他却当场拒绝 并说 这句话是对爱情的承诺 我不能轻易说出来 如果好雷当时在场听到这句话 会不会删李光杰两巴掌 或许此时的李光杰早已忘记了 当初对好雷的背叛 现实的李光杰除了拍戏 也渐渐尝试进入其他领域 摄影当导演出演话剧 这些陌生领域打开了李光杰内心的另一扇窗 35岁那年 才现出了自己的综艺首秀 跨界歌王 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 却再也不为 还好 看我只能去死我无法活的事情 近期和刘涛主演的海尼一起长大 更是给观众带来的 以往的熟是熟非 都已随着时间渐渐消散 以往的那些事情 我们不知道真相 但既然彼此都有了新生活 相信过去的事 只有吃瓜群众还放不下 而看完这个视频 你对李光杰 又有了怎样的看法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